把美洲豹下的瑟瑟发抖 能让顶级猎食者退避三射 梅牙十亿兽究竟有何秘密武器 美洲豹今天走大运了 饿了两天一出门就撞上正在河边喝水的十亿兽 他放慢脚步一点一点慢慢逼近 一身貂皮大衣魁梧又霸气 眼看也就一米的距离 美洲豹俯下身子 死死盯着猎物叙事待发 只要一个飞扑就能把猎物活活咬死大饱口服 结果爬了半天馋的直流口水 却迟迟不敢动手 而十亿兽淡定的喝着喝水 对趴在跟前的大家伙毫不畏惧 喝饱后迈着大长腿转头就走 一向横行霸道称霸野外的美洲豹 只敢微微缩缩目送十亿兽离开 微微的模样简直丢人丢大了 作为美洲最大的猫科动物 号称由老虎的体型猎豹的速度狮子的战斗力 满嘴尖牙配上强大的咬合力 一口下去能干穿猎物头骨 是大草原上极其凶残的顶级猎食者 却被食蚁兽下的瑟瑟发抖 这头把蚂蚁当主菜的大尾巴野兽 究竟有何秘密武器 比起上百斤的美洲豹 食蚁兽体型和猫狗差不多 脑袋又细又长 足足有30厘米 长得相当另类 大尾巴和扫帚有的一拼 浑身遍布斑块黑白分明 长嘴巴小眼睛十分怪异 性格温顺行动缓慢 最奇葩的还是属他修长的舌头 能达到惊人的60厘米 自带密石雷达 扒开蚁穴往尽一身所到之处 寸以不生 密密麻麻的稻刺和粘液 让蚂蚁无处可逃 但美洲豹怕的可不是舌头 它没有牙齿 却能轻松杀死美洲豹 甚至有人惨死在它手下 一天消灭3万只蚂蚁 却从不破坏蚁穴 手如其名是让蚂蚁闻风丧胆的黑面杀手 长达60厘米的舌头 每分钟吞吐150次 但凡出嘴根本没有蚂蚁能躲过一劫 石雷兽的长舌头和青蛙可不一样 不只能卷舌还能到处扫荡 浓稠的粘液 但凡蚂蚁被沾上就只有死路一条 不过蚂蚁兵团也不是吃素的 眼看以后性命不保 经常会抱着必死的决心反击 小鼻子小眼睛小耳朵长相古怪 竟都是为了防备蚂蚁报仇 经过上千年的进化石蚁兽的相貌 纵观整个动物界都相当炸裂 虽然没有牙齿可以咀嚼 但石蚁兽有自己的铁板哨 一旦大舌头把蚂蚁卷进嘴里 上下和立马化身铁板 把蚂蚁来回碾牙磨的稀巴烂 再一口吞下 一天狂吃上万只 才能勉强填饱肚子 不过别看它们长得丑 干饭这事还懂得可持续发展 为了保证蚁群平稳运行 以后能生产更多的美味 让自己每天都有饭吃 石蚁兽但凡找到一个蚁穴 偷偷掏开洞 吃上几口掉头就走 再找下一个蚁群吃 最爱吃蚂蚁白蚁和昆虫 时不时也会找些野果子 荤素搭配补充营养 它究竟是怎么找到蚁穴的 难道全凭运气吗 一找子干穿钢筋混凝土 让美洲豹瑟瑟发抖 梅牙石蚁兽的一双手 究竟有多猛 一天造访200多个蚂蚁老巢 强大的嗅觉 能让它准确定位 百米开外的蚁穴位置 吃两口就换下一个 遇上爱吃的白蚁就多吃两口 从不摧毁蚂蚁巢穴 更不会把蚂蚁赶尽杀绝 这种聪明的捕猎方式 足以证明表面憨傻温顺的石蚁兽 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除了头脑灵活一身武艺 更是连美洲豹都不敢招惹 别看平时举止优雅 作为爆发型选手 石蚁兽一旦被挑衅遭遇致命危机 会主动攻击和敌人当场开干 一双爪子就是夺命武器 要知道白蚁的巢穴 由粪便和唾液混合而成 经过风吹日晒硬度堪比钢筋水泥 却被石蚁兽随手一扣 就破开大洞 强有力的前肢和极其锋利的巨爪 一爪下去能轻松扎破美洲豹的肚子 就连宽大的尾巴都不是摆设 一摆尾能把敌人当场山晕 表面看上去人畜无害 实际一旦被惹怒立马开干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和莽夫平头科有的一拼 和美洲豹世代有仇 一言不合就开干 平时为了保护利爪不被磨损 选择用指关节行走 行动缓慢有些像托子 不仅是石蚁兽更是铁掌兽